这大黄蜂是真的不错 CE04大黄蜂使用了2011电影中的形象和前两期中的造型 有很多细节上的差异 虽然大致外观轮廓变化不大 但在胸腹部和背部翅膀采用了全新的设计 车漆的黄色和以往明显不同 全身黑色和赛车条纹部分都是使用了碳纤维的处理 这些特点在CE04的身上都有明显的体现 让外装甲和机械骨骼的搭配更加立体 全身的细节刻画比较丰富 但做就效果可能不够明显 漆面的光泽也比较细腻 机械零件的刻画足够清晰 四肢和头身有非常符合电影形象的正确比例 在嘴巴部分可能少了一些刻线 但头雕的整体刻画并不为何 眼球内部有机械纹理 总体来看还是比较接近电影中的形象 几乎可以和假格式的几倍的DLX大黄蜂进行对比 加级的细节链 加级的几倍 加级的汽车 加级的汽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些部分的细节刻画都算是比较丰富 不到四张的价格真的没啥可挑的 眼瞅过节了 这真是一个送给自己的不错的礼物 菜吧 该谁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